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做 如果我今天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那該怎麼做? 難度應該也是最高的 只是說,你想說老師要怎麼轉 可能你思考的方向大概是這樣 就是其實可以直接拿這個上面看到的 來改就可以 第一個,你要想說 VPA裡面 有哪一個函數 可以取代FINE 那哪一個函數可以取代MID 其實剛好MID一模一樣 以怎麼取代 首先的話,FINE 當然如果你不太知道,我是建議 可以搜尋一下 我發現現在 以前早期在網路上搜尋 比較搜尋不到要的答案 可是現在好像你如果找什麼 VBA置串的位置的話 其實還蠻多的 而且人家都幫你整理的還蠻清楚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答案是這個 INST 有沒有出來了 然後像這個 第一個 它裡面已經幫你整理 自串處理的相關函數 也就是說你可能至少要學會哪一些 連接自串 它用AND的符號 這邊有了 然後 自串的長度用LEN 底下都有整理 另外好像底下這個整理的比較好 蝦仁抱抱 這個 像說它好像也幫我們 這邊更簡單 LEN 自串長度 然後 MID LEFT RIGHT L-CASE 把字轉換成小寫 U-CASE 轉換大寫 去頭去尾 這邊如果空白的話變成沒有 然後 REPRESS 這邊有 傳回位置 你可以看到 這個INSTREAM 就是你給它 哪一個文字 去找什麼字的位置 所以 它的順序 剛好跟FIND的 參數順序 應該是 顛倒的 有沒有 剛好FIND是什麼 是FIND什麼東西 去哪邊FIND 它剛好顛倒 所以基本上用這一個 INSTREAM 其實它這邊好像沒有講一個 叫INSTREAM REVERSE 有 這個是SWING REVERSE 這個是自顛倒 那INSTREAM的話 後面加REV 剛好顛倒 就是說 一般是從頭找到尾 可是如果你要從尾巴找回來的話 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INSTREAM後面加REV REVERSE OK 所以其實 相關的那個VBA的函數 好像也都找得到 我記得早期就沒有這麼多 可能以前 記得好像使用VBA的人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的感覺 所以說呢 如果我要寫出剛剛的這個需求的話 那第一個 怎麼寫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叫刮鬍字串 直接拿刮鬍字串清除 來改 那同樣的話 一樣要怎麼寫呢 FORI 等於什麼呢 2到10列 但是呢 裡面我要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 我要去找 前刮鬍的位置 要去找 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 各位講一下 在VBA有個好處 就是說 你可以增加 變數 你可以先把前刮鬍的位置 先存在 比如說前刮鬍的位置 先存在A 那你就打個VBA 幫我找一下 IN3 幫我去找什麼 找哪個位置 找這個位置 找前刮鬍的位置 就是找 A欄的 I列 所以你就打一個什麼 Sales 第幾列呢 因為那個列號會跳 那去哪邊找 去A欄裡面找 幫我找一下喔 找什麼 找前刮鬍 所以你就找一個 打一個前刮鬍 前刮鬍 那這樣的敘述就是說 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前刮鬍 如果有的話 幫我存在 A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 讓他找 A3的話 那A裡面應該是多少 3嘛 OK 那另外的話呢 把這一行 複製一下 這邊改個B好了 那這邊改個後刮鬍 OK 那如果找A3的話 這個記得好像這邊是9吧 有沒有 所以喔 有A有B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丟回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MID VBA裡面一樣 VMID VBA 點MID 那切割的話 字在哪裡 就是這個 所以就是直接 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Sales I列的A欄 就是A欄裡面的資料喔 幫我切割 那從哪一個字開始切割 從前刮鬍的位置 A加1嘛 就是A前刮鬍位置的下一個字 痘點 那幾個字呢 後刮鬍的位置 減掉什麼呢 前刮鬍的位置 再減1嘛 有沒有 這個規則 這個公式有沒有很 感覺好像似乎相似 其實就是跟這個一樣啦 只是把這邊的公式換到這裡來而已 但是會有個問題發生 如果像A2裡面 是沒有 刮鬍的話 所以喔 如果沒有刮鬍的話 那特別注意這邊 可能要多增 這應該會錯誤啦 為什麼 因為你一執行 他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A如果等於0 B也等於0的話 那你這個 這個A加1是等於1啦 但是這個 長度的話 變成負1了 負一個字 這他一定看不懂 所以呢 我如果遇到這個一定錯誤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 你可能要學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喔 VBA裡面 裡面 應該算是重要性第2的吧 第一個應該回圈吧 第二個的話 邏輯 邏輯其實跟那個Excel很像 if 如果什麼邏輯 如果A 當我要什麼狀況下 才會執行下一行 當A 如果找不到是0 所以應該不能是0 不等於的話就是 小於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喔 如果等於是寫這樣 如果不等於的話就是寫這樣 小於大於 如果不是0的話 空一格 然後 then then 然後一般習慣是這樣 就是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 有頭有尾 OK 然後把底下這一行 放到這個邏輯裡面 並且按一個Tab鍵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當A要不等於0 不等於0 一定要有刮虎的狀況下 他才可以做下面的事情 可是當他等於0的話會怎麼樣 他會跳過去 不會執行裡面這一行 OK 這個有點像一個閘門喔 比如說你去搭捷運一樣 你有刷B才可以進去 門會打開 但是如果你刷不對的卡 或者沒有刷卡 那就不能進去 就從旁邊過去了 不能進去 OK 到底是一樣的喔 所以這個有點像一個閘門 條件就是這個 A不等於0的情況下 OK 那我把這個先清掉 OK 像這樣喔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好了 那 這個地方有點像ifl的道理 有沒有 像在 Excel裡面是用ifl 可是呢 在VBA裡面 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一執行 結果就OK了 會不會跑太快 如果假設你要看細節的話 教個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F8 或者針錯裡面有一個什麼 軸航 所謂的軸航就是 因為如果假設你現在直接按這個 啪 它就全部跑完 但細節看不到 那你可以按F8 你可以這樣 但你游標可以放在變數上面 I下等於2喔 跑過之後 它裡面的值 就會被看到 那A 現在等於0 等於0 因為它裡面 找不到刮弧 因為現在A2 裡面沒有刮弧 B 也沒有刮弧 所以等於0 那A呢 是不是不等於0 False False 你不能進去啦 不能進去 跳過去 跳到 and if 然後呢 再換下一個 當下一個的話 就變A3 A3 它等於3 B等於9 有沒有 那它 A是不是不等於0啊 是 因為它不是0 所以會怎麼樣 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做什麼 幫你切割 把資料放進去 有沒有 OK 藉由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程式呢 就可以全部執行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說呢 這邊 會需要多一個 把fine 轉換成 E3的動作 那Mid的都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 那ifal的話 要把它轉成if 那這個地方很重要 邏輯部分 那請各位 這段程式嘛 在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 我應該記得是放在 第幾頁 在這裡 剛剛寫的一模一樣 在第四頁的地方 就這一串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他當然呢 也可以把它變成 制定函數啦 那制定函數的方法 跟今天講的 蠻得一同的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行再看一下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第五頁 也有那個 制定function的 寫法 OK 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 我有把它放雲端白板的第四頁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對我剛剛寫的那個 假設 有點跟不太上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再看一下 雲端白板的第四頁 那我是建議啦 最好的話 回去 可以自己再打過一下 程式 如果可以的話 通通打過 如果沒問題 那表示你這樣應該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主要是 講了 把上個禮拜那一題 Ending了 然後又多講一題 151 其實進度 算是 已經 On schedule 只是說 回去的話 除了要會之外 其實程式最麻煩 就是第一個要熟練 就是熟 熟了之後呢 你打程式就沒什麼問題 第二個的話 就不能出錯 不能錯誤 要怎麼樣不能出錯 反正每個人 方法都不一樣 反正你只要想辦法 不要打錯程式的話 那以後 你要用VBA 應該會用得很順利 很愉快 OK 那我是建議啦 回去的話 盡可能看看能不能找身邊有類似的 一些案例 應該蠻多的 反正你有用Excel的話 盡可能你就是 再 把它 轉成 VBA 對,最後一點 最後呢 如果假設 你已經在裡面寫VBA的話 還有一點 存檔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存檔的時候他會問你說 是不是要 存成那個 沒有 這個什麼 對 所以最後請你記得 存檔類型 一定要改成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如果你存成原來的格式 就是什麼 XLSX 然後 那就完蛋了 因為你剛剛寫的VBA 就會 全部徹底的消失 而且找不回來 OK 所以你按存檔 他問你是否 你一定要按否 然後把它 存檔類型 改成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記得千萬不要存錯 因為你存錯之後 會找不到 另外還有一點 將來你存檔 之後在開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那個 畫面的中間 會有個啟用內容 一定要啟用內容 否則的話 你沒有啟用內容 將來你的VBA程式 也無法執行 這一點可能要 特別的小心 OK OK 好 谢谢大家